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蕃茄薯仔鸡翠鸡 这个做法很简单,一看就知道是懒人煮的了 回来,时间比较稳 一次过做一个汤,有肉,一起吃一些菜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影片里面用的材料 因为这个汤是相当好吃的,也很容易做 时间也不太长,希望大家喜欢 看影片前要帮忙,订阅,分享,留言,和给点赞 好,即开影片! 好了,一顾名思义,听到这个汤的名字 都知道是懒人菜了 首先,我先讲讲材料 有三只鸡翠鸡,再加上有几枝的 之前我用鸡翠鸡做鸡翠骨 这些鸡翠骨,只是选择的 有就放下,没有就算了 接着呢,有350克的番茄 一开四 有250克的洋葱 也是一开八 把它切成一个角 有600克的薯仔 接着有70克的榨菜 之前我也有分享过,煮这个番茄薯仔汤 如果加些洋葱和榨菜 就会令它的味道完全不同 这个汤是简单的,零难度 煮出来之后,也是一次过 有糖,有菜,有肉 立刻来煮的了 好,继续 好了,现在开始煮这个汤 把材料全部放进锅里面 加1.5升水 水的份量,最主要是 刚刚盖过材料的表面就可以了 一开大火,盖上盖 大火滚了之后 大概10分钟左右 把它转到中火 中慢火 再煮多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有时放回来 很累,但是又不想外出吃 再加上现在 我身处在英国,外出吃的 老实说,没什么好吃的 然后自己煮 待会开始 煮好之后,加盐 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汤已经滚了 半小时了 现在就开始来试味 不是试味,是调味 讲错了 因为有炸彩 首先要试一下 味道 否则是一升水 一茶匙的盐 是一茶匙的 比例 而不是不用加太多了 因为炸彩是有底味 先下半茶匙 再试一次 嗯,够了 我现在就回来和大家继续说 好了,这个 番茄薯仔鸡取汤 已经完成了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的朋友 就留意 主题曲下一集的相片 多谢大家 拜拜